主持人道 妳很感動 我還是有啊 對 就是有無限量的插曲 我的衣服很异常 还可以放麦克风 这真的很棒 就算很平凡 但至少很善良 我觉得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词 你到中间来 不是因为你肚子很大 我跟你讲 其实我没怀孕之前 肚子也蛮大 其实怀孕的好处就是 像我刚下午吃便当 我想说没在乖 我吃得很饱 也不会觉得肚子很大 因为我肚子就嫩很大 好乐观喔 你希望小妖果以后也跟你一样乐观 也会一样乐观 我觉得 就是像Ella在生那个劲宝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 她就邀请了我们去她的产房 所以我们在那个 摇滚区 第一排 我就真的是看到第一个看到靳宝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黑色的 黑压压的头 头到天庭盖的地方 她的黑色头发混着我黑色的毛发 哈哈哈哈 我们的肩头那个这么有气质 她这么温馨 我要不小心撈掉 等一下你还要你那时候不用配料吗 我了解 没有 我们生产节目是要 没有 因为我手温柔生产 所以就是没有任何外衣介入 所以那个时候招呼就说 我看到头发了 然后我就往那里一看我讲说 哪里有头发不都是我的毛发吗 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那妈妈真的是 就是很伟大 你觉得靳宝听懂 她习惯了啦 那是 好啦好啦 好 小孩子的那个学习能力跟适应 很强的 很强的 好 然后我觉得 我们是第一秒钟看到 对第一秒钟看到 然后我觉得在生命中重要的时刻 都有彼此陪伴幸见 很幸福 对 那虽然我没有进产房 可是我觉得演唱会就像我的产房 所以很开心你们陪我一起 跟你们一起见证着这所有一切 嗯 产房有我们一起在 那我们要不要预先 也先在这个地方 我的产房 先 预期一下 预期一下 让小妖国听一下 因为我想要听歌吗 我看他们 比较想听到你讲话 你是不是 你们有要再听吗 要啦 我觉得一定要听这首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对于每一个灵魂来说 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到一个新的世界 哦 然后我希望大家 每个讯息讯息 我就说哇 我太兴奋了 我睡不着了 然后 所以她就说 那昨天有去产检 那产检的医生就说 哦 她的子宫颈还很长 所以不用担心 明天会在台上破洋水 对 因为我记住跟她讲 我是不是大不了 我就是台上破水 但不用紧张 因为破水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 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 去健康教育 对 不要紧张啊 所以就让你们等一下看到 好像怎么样 也不要慌张 我再慢慢的去医院都OK 而且这里已经有一个有经验的 放心 我可以帮忙 但是更好的就是 我昨天产检医生已经确认过了 所以很安全 安全的 在台上可以尽情的演出 对 我就说她那个 子宫颈很长 你刚刚讲到两个关键字 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是 我们今天就是talk show完之后 呃 就 我们刚刚 我们就是穿得很漂亮 路过小巨蛋而已 你们知道吗 怎么可能 我们连子宫颈都引颈期盼了 你们不期盼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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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朋友 会不会想要看 看看我们吗 想这样 可以距离看吗 对 对 虽然没有那个超硬 都可以看一下 小妖果的 路山真面目 但是我们 总靠近一点让大家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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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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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实我自己 不要说你 也不要阻止这五场来 今天是最紧张的一次 好可爱 你刚刚一开场 我就在后台很慌张 我就觉得 我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准备好 但我就 现在就准备好了 对 有人说很多事情都是 没有等你准备好 就发了 对 比方 好 比方 真的 好 好 是 好 所以 是 在我 看到我 在我 有很多次 为了 不是 我 有很多次 loc 我